聊斋之义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长青森 长青县有个老和尚 道横高节 八十多岁了 身体还很硬朗 有一天 他摔倒后便起不来了 等到寺院里的和尚们跑来救护时 他已经圆寂了 老和尚并不晓得自己已经死去 魂魄飘飘乎乎地离开身体 到了河南境内 正巧 有个当地已故豪身的公子 正领着十多个仆人 骑马驾鹰 猎取野兔 他的马突然受惊狂奔 公子摔下马来 结果死了 老和尚的魂魄刚好经过这里 便一下子附在了尸体上 公子便又渐渐苏醒了过来 仆人们赶上前来问他怎么样 他睁眼却说 我怎么到了这里 众人扶着他回家 一进门 许多农庄厌抹的妻妾都聚上前来谈侃问候 他大吃一惊 说 我是个出家人 怎么会这样 家人以为他在说胡话 都恳切开导 让他清醒 他也不再为自己做什么解释 只是闭着眼一言不发 吃饭时 如果是糟米素食 他就吃 如果是酒肉就一口不尝 晚上 他一个人独睡 也不让妻妾们来侍奉 几天后 他忽然想四处走动一下 大家都很高兴 他出门后 刚开始还比较安宁 但不久 就有许多仆役纷纷前来 向他请示 钱银收发 账务出纳等各种事情的办理 他以酒病劳累为借口 全部推掉 只是问仆人们 你们知道山东的长青县吗 众人一起回答说 知道 他又说 我心里郁闷无聊 想去那里游览 快替我整理行装 众人都说他大病出狱 不宜出行 但他不听 第二天就处罚了 到了长青县 他看到四周景物依旧 也不用打听道路 就直接来到了那座寺院 寺中他原先的那些弟子看见贵客临门 都恭恭敬敬地将他迎进门去 他问 原先那位老和尚到哪里去了 弟子回答说 我们的师父前些时候已经归天了 他又问老和尚的坟墓在哪里 于是众人就领着他去了那里 只见是一座三尺高的孤坟 上面还没有长出野草来 弟子们都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 他又背马回家 临走主妇说 你们的师父是个严守佛家戒律的僧人 你们要好好保存他的手稿遗物 不要损坏了 弟子们都点头称事 于是他就出发了 等回到家中 他心如死灰 坐似枯木 什么家务也不管 在家中住了几个月 他又偷偷自己溜出门 静止来到了以前的寺院 对弟子们说 我就是你们的师父 大家都觉得他说的话很荒谬 便都相视而笑 于是 他就讲述了返魂再生的缘由 又将老和尚的生平事迹说了一遍 都与事实完全相符 大家这才相信 让他住原来的房间 像从前一样的侍奉他 后来 公子的家人多次派车马前来接他回去 他根本就不理会 一年多过去了 公子的夫人又派了仆人前来 送来很多东西 他不收金银绸缎 只收下了一件布袍 有的朋友专门到那里去拜访他 只见他漠然诚恳 年纪只有三十岁 却常常说起他八十多年来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